大家好,我是开水 林生斌事件还在持续的发酵中 越来越多的提供了证据 现在这个事件的疑点也越来越多 从最开始 林生斌现任和他在一起的时间 再到寺庙造假 以及朱小生办公室 黑板上面的版书内容 这一切就好像是突然了 被打通了一样 疑点呢,一个接着一个 林生斌在之前发了五条微博 试图解释也成为了无用功 现在越来越多的疑点 被网友们发现 而大家也发现这个事件 越霸越可怕 之前有人爆料 他在2017年 就有背叛感情的事情 但当时这些博主都被警告了 而现在这个事情 重新被曝了出来 这些被警告的博主们 很多言论都一一验证了 综合案这两个地方 就算直接去问林生斌本人 相信他本人也没有办法解释 1.1 朱小生的手机拿去了 有网友曝光了 当时朱小生报警的录音 当时林生斌父母 以及妹妹和妹夫都在现场 林生斌却不在 然后火灾的时候 这些人都没有去救 朱小生在起火的时候 打电话报警 在电话里 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说不要说话 然后这个电话挂断了 然后就是莫幻金 有一个八十万的转账 这个钱是谁转给他的 朱小生在报警之后 手机被烧毁了 他之前用这个手机打电话求救 但是在采访的时候 朱小生的哥哥 他说四个人都躺在床上 他们所在的房间没有着火 那么手机呢 既然躺在床上 并且房间也没有火 手机为什么会被烧毁 手机哪去了 为什么当时没有手机的报道 网友提出质疑 认为这是一起案件 并非一个人作案 而是多人作案 当时他拨打最后一个电话 求救电话的时候 却突然的断掉 那么手机应该是握在手里的 可最后四人的身体 可以说是完好无损 唯独手机被烧毁了 要知道这是一场纵火案 室内的伙食如果并不得知 朱小生作为一名母亲 会处于保护孩子的本能 恐慌之时应该与孩子抱成一团 可他的身体却平躺在床上 这怎么看也不合逻辑 这似乎并非纵火身亡 很有可能被活活的熏死的 朱小生的家足足360瓶 发生火灾的时候 只有50瓶出现了有火 烧过的痕迹 那么这时间里面几乎很难出现熏死的状况 物业的消防完全有足够的时间救人救火 可实际上 却连一个活的人都救不出来 更何况朱小生和儿女们的身体都属于完好的状态 又是如何出现私人致死的悲剧 同时朱小生在拨大报警电话时 曾说出不来 后面则有另外一个声音说不要讲话 想必朱小生当时是看到熟人 误以为对方是来营救世人了 所以才会出现了眼泪流出来的情况 可能发现自己看错了人 加上保姆默幻金 在火势失控的时候逃出了现场 就算是昏睡的朱小生 也会意识到不对劲 这完全是可以逃出来现场的节奏 除非默幻金将房门给锁死 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他在庭上所说的理由也不成立了 一点二 消防员的衣服为何不一样 这个一点和手机的一点串联在一起 当时朱小生的哥哥接受采访时 说当时人已经救出来了 但当时朱小生还有孩子还在房间里 当时说救出来的那个人是谁 然后就是朱舅舅说 走出来的消防员 两个人的衣服是不一样的 是有人假扮吗 而案发当天保安在发现着火后 往灵生命家查看火情时 看到有三个穿着消防员服装的人 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但物业后来调取了当天的监控录像 并没有发现三人进入过小区里面 这背后又是怎样的真相呢 这两个疑点就是关键点 只要解决了这两个疑点 当时火灾的起因 大概也可以弄清楚了